超体对抗什么职业单挑最强呢? 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尾 超体对抗可真是太有意思了 那么如果喜欢单挑钢枪 应该选什么职业呢? 今天来聊聊单挑钢枪最强的三个职业 喜欢单独行动的 选他们准没错 1.火箭小子 火箭小子可以说是超体对抗最受欢迎的职业了 基本每个小队都有这个职业 没办法,他的技能实在是太强了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掌控制空权的职业 使用主动技能后能获得向上的冲力 能快速飞跃至高空 这期游戏掌握制空权 战力最少提高50% 可以上各种高塔高建筑物 再配合大招的榴弹发射器 单挑钢枪侦察真的是超强 2.闪电尖兵 闪电尖兵听名字就知道是灵活型的职业 主技能是超闪 能向前冲刺一小段距离 而且被动技能是冲锋枪伤害获得小幅加成 这也就意味着闪电尖兵就是突脸型的打法 而且大招能瞬移到周围任意一个点 这三个技能都是为了突脸打近战而生的 单挑突击绝对是非常强 3.幻影猎手 幻影猎手其实就是团队里的侦察手和狙击手 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 枪械下一发子弹开火伤害其身 还能披上一件光学迷彩基地服 在该状态下移速增加并降低自身发出的声音 大招是标记范围内敌人的位置 远程单挑绝对是无敌的 小伙伴们你们还想了解哪些内容呢 好了我们下期见